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十八半舞 今天非常之開心 今天我請到一位很出色的樂手 他就是亞龍大LMF和Cooper的樂手 他就是Jimmy哥 老詹 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詹 Hello Jimmy哥 你好 好 今天很開心可以訪問你 我想問 我也很想了解 其實你自己玩音樂最初 為何對音樂有這個興趣 而不是對鴿兵有這個興趣 我成長其實是八十年代 當時都是聽本地的主流音樂 極其量 因為當時日本風也很厲害 當時我也有聽日本風 當時我還未聽英文歌 自從我八五年出來工作 做飲食業 做廚房 有宿舍 我有一位同事很喜歡聽英文歌 當時我住宿舍的時候 日播夜播 然後播一播 然後這首歌很好聽 當時聽到本地流行歌 你突然聽到英文歌的刺激感 是特別不同的 然後當時我朋友 他主要都是聽Pink Floyd De Beatles De Petra Mode De Pepple 即是比較主流的 外國的主流 聽這些歌的時候 就入了迷 然後當時我便在灣仔工作 灣仔其實都是一個 樂隊和搖滾樂的溫床 即是怎樣說呢 首先有E78哲學館 二就是附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唱片譜 是的 當時還有很出名的音樂一周 現在還有的音樂一周 不過是在網上版 當時我做廚房 當時一落場沒有東西做 我就走去唱片譜 找黑膠 因為當時我們還在黑膠時期 即是尋寶 尋寶 然後就開始被同事影響了很多 不同類型的搖滾音樂 然後就去買黑膠 影響了我最深的就是Beatles 因為Beatles一聽完之後 就令到別人很想聽歌 二就是很想夾餅 是的 因為聽完之後 四個人說玩得很厲害 然後有這個念頭 開始想 其實當時我還沒有先夾樂 我是先去學結他 去買結他 買結他 去一間琴行仔買結他 然後就連續報名 學結他 就這樣開始了 那個夾樂隊 你都玩過很多樂隊 到現在 其實有一個很經典的樂隊 就是這個阿龍大樂隊 說一下這個阿龍大樂隊 我怎麼成立 其實要這樣 當時都沒有想過 真的要夾一隊樂隊 直至有一天 放假在家裡看電視 我記得是分落今宵 剛剛Beyond 第一次上分落今宵 就玩色眼舞曲 當時我知道Beyond這隊樂隊 但我還沒聽過那些歌 因為當時如果是香港的樂隊 我就會比較喜歡小島 或者達明 當時我聽了Deep Purple Less Seppelin Metallica 那些 當時我覺得 都是 如果我聽重型的東西 我當然會聽到那些 元祖級 後來看完電視之後 看這隻色男舞曲 嘩很好聽 它是一個Walker Billy的感覺 但中間的Solo 阿家的Solo 簡直入了路 突然間很觸電 然後決定 原來香港都有出色的樂隊 那時尖沙咀有一個酒吧 叫Station 那裡的場地 每天都有Live Band表演 當然在酒吧裡 很容易會認識到 尖紅道合的人 然後我認識了阿琪 王冠琪 後來他有一天跟我說 有隻Band 欠個BASS 你有什麼興趣玩 就約了在一間Band房 上去 上去 見到那幾個人 就在Station見過了 大飛 Garry 那時還不是阿華和阿琪 因為阿華和阿琪是沙咀人 第一代有一個叫Band 另外吉他手就是Sunny 他就是阿隆大 那時還沒舉過阿隆大 叫Amelize 第一代吉他手 然後就開始跟他們合弦 我很記得第一首歌是 玩Metellica的 For Home The Bell Toys 另外一隊樂隊也是一個很驚訝的樂隊 就是LMF 這也是因為阿隆大之後解散了 其實未解散已經有 其實LMF第一次出現 應該是1993年的年頭 其實那時Mata幾隊Band Sion 他們在1989年的時候 就搞了一個音樂會 叫Dine Entry 然後停了之後 隔了成差不多三四年後 然後就搞第二屆 第二屆的時候Mata已經散了Band 阿挺龍 阿色哥就開始籌備 那時我們阿隆大就剛剛開始了 然後就在一起玩 那時我們在想 每一隊樂隊都不想做壓軸 為什麼呢 因為壓軸要等很久 因為你要彩排完之後 你就要看那麼多隊Band 到你們了 誰都不想做最後那隊 因為等了太久的時候 就想了 不如我們找一隊集會的Band 平時這隊Band 這隊Band 這隊Band 譬如他很喜歡那隊Band 但是他因為對樂隊 就說其他成員你必喜歡這隊Band 但是其他樂隊的成員 就說這個歌我很想玩 然後結果 就形成了LMIFIC的前身 解釋叫Lazy Motherfucker 我們會選一些歌 寫在一個迫布版上 譬如你想玩什麼歌 我想玩什麼什麼歌 就寫在那裡 看有沒有人報名 譬如我報了吉他 然後有一個我想打鼓 就填上去 搞一下搞一下 然後Duck Entry 二二的音舞會 最後的時候 我們是專門玩Cover歌的 那時候就開始了 然後就 一直以來 由93年到97年的時候 每一次都是做壓軸 這樣就變成大家 一起可以留在這裡 對啦 其實是大jam的東西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 挺好玩的 對於樂手來說 真的做了很多很經典的歌曲 例如大難堂 或者很多 都是一些見證著香港的歷史 會不會在玩LMF的途中 其實都會 每一首歌都有些感慨 或者沒有一些會黑國銘心的歌 會不會都會 剛才你說了大難堂 為什麼呢 其實如果我們這張碟 是正式第一張大碟 其實我們是屋邨仔 因為屋邨仔 再次前小歷史 LMF這麼多年來 做壓軸樂隊 1997年的時候 有一張雜錦專輯 叫做自主音樂陶鑑 是一間唱片公司 集合了香港不同的樂隊 出了一張雜錦碟 就問我們 LMF 有沒有興趣 我們就說 好玩 就弄了一首歌 叫做同創 就收錄在這張雜錦裡面 就算LMF第一張發表的作品 就是同創這首歌 當時的陣容就是 我彈BASS 聽彈結他 色歌打鼓 大飛彈結他 華唱 這五個人而已 到1999年的時候 阿龍大散BANG 然後大家都不開心 但也要找些事情搞一下 當年MC一對BANG NT SKOOL 另外幾對BANG 再加上認識了DJ Tommy 不如找些事情玩一下 接著就在BANG房玩一下玩一下 讀了一些事情出來 沒有唱片公司的 其實我們自己是自作自售的 即是全部自知 在BANG房自己錄 另一張碟還是問二樓後座 借了一部8track的recorder 我們自己在BANG房 全部自己鑽研 自己錄完之後 就印碟 印碟之後 我們就接order送貨 我們自己送貨 一手包辦 一手包辦 對 然後我們在BANG房的A room 平時就接收order 我們要20隻 幾時送來 明天送來給你 HMV 我們要一隻 一隻 要多幾隻 一隻 要送貨 一張自知的碟 都買了過萬 我們都估計不到 後來自知的專輯 剪轉間 落在一個歐美的大唱片公司 老闆聽到 找了他的同事 找到我們 問我們有沒有興趣去合作 對 因為當時他的大唱片公司 他開了一個另類音樂的唱片公司 他們談的條件 是比較鬆的 我想香港開埠以來這麼多年 都沒試過有一個唱片公司 就是主流唱片公司 是那個 中手的程度 是直接 你到時都交過DAT 就是那個BANG帶給我 我幫他出的 到2000年就出了 大眼堂的專輯 為什麼我說大眼堂這首歌 對於我來說 是比較印象深刻 因為那時候我很記得 出了之後 香港也有些人播 然後我記得那一年 我和Paul 那時候是漢樂隊 去了馬來西亞 在吉隆坡 我做了一場音樂節 其餐廳後 附近有個大型商場 我在大型商場走 我發現原來商場 是周圍都在播 播出彈 播出彈 我拋頭 我剛出現這邊 還未能發行 因為我們剛出現很久 我留意到 原來他們是老番 是一班版 一間買T恤的店 有很多老番的LMF T恤 然後進去 咦 說沒有這麼多自己的東西 後來那個老闆 是馬來人 但他認得我 然後就 幫他簽名 然後我發現 原來馬來西亞 LMF都有市場 始終吉隆坡是說廣東話 後來我們回香港之後 隔了幾個月後 那邊的朋友已經說 我們想搞你們過來馬來西亞 結果就 帶動了很多show 在那裏演出 那時候我有個project 我就是想 譬如 因為我很喜歡Beatles 我想成為樂隊 玩一下Beatles的歌 阿琪和阿色哥出去 正在設置的時候 那間酒吧打架 我簡直看著玻璃瓶 那些椅子飛來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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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Show your power! Hey! Get up! Get up! Hey! Jump it higher! 唯有瘋狂 唯有滴爽 Hey! Show your power! Hey! Get up! Get up! Hey! Drop it higher! 和你瘋狂 和你滴爽 天崩地裂 不要失去 不盡也不可退 天珠地裂 不要心碎 不要冷水 天生地梦不劫不散 不要喜去寶水 天告寄去 亦沒規矩 天龍天提頭問去 只想不當 只要外郎 不理世間境況 只想敬落 只要幫助 不理看重 生於動當 只要釋放 不悔也都不狂 因此內立靈魂願行 傑傲共業力隨身 Hey! I really want to want to get up! 進退 亦兩難難 再只需一點間 想想再解難 難過 會更難 難怪難 閉上眼笑 談 變作燒酒 繼續適慢 無奔 無奔 奸彈 再擠探 笑哭日兩難難 再只等間傷燦 失蹤一雙眼 萬半街虛幻 難作難 勉強去跳樓奔 想天堂 兩極低空間 Hey! Slow your power! Hey! Get up! Get up! Hey! Drop it higher! 我的梦荒 我你的梦草